真是晦气 一勺子就躺在地上装死 怎么就不真死了 也好给好人到个地方 踢了张三丫几脚 依旧不见他有反应 马良是不经慌神了 懒婆娘 还不快给老娘滚起来干活 还想让老娘 伺候一大家子人吗 马良是骂了一会儿 得不到回应 这才蹲下身去摇晃张三丫 这一碰 却摸了一手的血 顿时吓得马良是直喊娘的 跑回自己的房间 张三丫 不 应该说 醒过来的是 灵魂穿越而来的张小新 张小新睁开眼 便看到趴在他身边 正在用一双黑乎乎的小手 摇晃着他肩膀的小女玩 紧接着 脑海里像是被人插入芯片一样 一阵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不断地涌入脑海 疼得张小新皱眉 再度昏迷过去 你这老婆子就作死吧 老二已经死过一个婆娘 你这会儿又打死一个 是想要老二这辈子就带着三个娃子这么过吗 老二传出去客气的名上 那三个娃子还能有好亲事吗 便是咱们家也得让人说道 老四可是要走科考的路呢 爹 娘 二弟妹脑袋碰坏了 这会儿还昏迷不醒 得赶紧请大夫来看一下 要不然会出人命的 一群不省心的东西 老娘没银子 你个老东西就作罢 张小新在炕上躺了三日 每日除了喝苦哈哈的药 便是吸的能数出来米粒的西粥 连口咸菜都吃不到 不过呀 这三日的时间 张小新也彻底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 娘 我 星儿乖 娘就给你找吃的 你乖乖的在家 不许出门值得不 好 拖着酸软的身子 张小新推开主院的栅栏门 吃力的朝着老屋走去 你个偷懒的娘皮 还知道要起来干活啊 一身的懒骨头 让我这老天拔地的婆婆 伺候你好几日 你那心都是黑的吧 你咋就不拦死得了 省得祸害我二儿子 闭嘴 不想我把你错的事说出去 以后就别找我麻烦 论黑心 媳妇可比不过婆婆 这个年代呀 婆婆容您儿媳妇是正常的 只要不弄出人命来 即便有人知道了 也只会背后说闲话 娘家人不来撑腰 更是会助长恶婆婆的气焰 很显然 马良氏和原主 就是这样的婆媳关系 这个年代表很明显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